大家好 参加国庆到底是为什么 我们今天带你来探讨 而今天节目呢 邀请到了很多好朋友 带你来关注这些重要话题 首先为您介绍是邱毅委员 大家好 陈峰欣小姐 大家好 姚立明教授 大家晚安 杨文嘉先生 大家好 以及黄创夏先生 大家好 好 观众朋友 我们不断地带你来关心苏家全 一个副总统候选人 能够站这么大的版面 我觉得我们看了选举这么多年 确实很奇怪 而且被骂成这个样子 包括了党内同志开炮 苏家全还是说 这是一个法律问题 不应该先处理 所谓的政治观感的问题 他的同志还有意见 我们带你来看 新闻的最新发展 苏家全太座 星期六参加 蔡英文女性干部营 先是拒绝受访 引发支持者和媒体紧张对峙 党工意外 她出现擦枪走火 更是瞪大眼睛不敢置信 这段过程 真相苏家全面对的农舍争议 民党中指挥洪志坤 就在脸书贴文 强调问题出在观感 比喻苏家农舍 该像日本小说中的金格寺 在火焰中消失 如果我们陷入所谓的农舍 合不合法的问题的时候 就会跟国民党形成 弥巴战的战争 这样所以民党起来是不利的 以最高近乎苛求的方式 来将农舍自行拆除 洪志坤是前城局市长 办公室主任前新系成员 他开枪部分深绿支持者反弹 但党内也出现反省认同的声音 团结能不能解决农舍问题 先前蔡英文领18%也都合法 还是快刀斩乱吗 现在距离投票不到100天 苏家农面对的是政治危机处理 还是他坚持的法律争议 过去陈水扁有时候我跟他聊天 他常常跟我讲一句口号 我不晓得他会怎么背那么说 团结为执政 谦卑为台湾 真的我过去跟阿扁常在聊天 但是我现在又看到团结的旗帜 又出来了 楼舍的危机 立营已经这么多人出来批评 然后有人讲 苏家前的太太洪恒朱 简直像扁嫂 原来洪志坤批了以后 然后大家看到了 慢慢就有人出来了 连温和的黄伟哲都讲话了 那这一次 前立委郭正亮周天在脸书上声言 他说勇者志坤 洪志坤什么时候变勇者 你看 真是 然后对苏家前事件 说出该说的话 然后郭正亮说 这是政治不是法律 这是危机处理不是法律解释 这是社会观感不是个人权利 真的打开天窗说亮话 我礼拜六在高雄这个路边摊 在那边吃鸡肉饭 突然间有一辆大型的乡型车 趴了一下过来 然后门一开 那么就下来了大阵仗的几位女随护 那我就想这是谁的车 然后一个头探出来了 原来就是洪恒朱 那洪恒朱一眼一下来 本来下车了 一看到你就懂了 一看到因为我都坐在路边 路边那个桌子上 吃鸡肉饭 那一看到我 他就缩回去了 然后车就开走了 那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是洪恒朱那一天 是到高雄来参加一个 跟蔡英文 陪同蔡英文参加一个妇女座谈 而且担任主讲 那么我那一天媒体也报导 说那一天媒体要采访他洪恒朱拒绝 然后叫他的随护把他挡住 然后后来用资料袋遮住脸 我想到看到这一幕 我就想到当年在06年 我那时候去揭发那个 赵建民的台开那间交易案的时候 那时候赵建民的爸爸 赵玉柱也曾经被追 被记得追 最后在车子里面毛巾遮着脸 我觉得用毛巾遮着脸的赵玉柱 跟用资料袋遮着脸的洪恒朱 其实可以变成 两个相互对应的历史画面 代表民进党是有传承的 从赵玉柱到洪恒朱 从毛巾到资料袋都是在遮脸 那为什么要遮脸呢 其实代表他们心里还是有羞耻心的 不过我回来谈到这个 郭正亮谈到洪志坤这一段 郭正亮认为洪志坤是勇者自空 但是我必须说 洪志坤这段话的目的 不是一种所谓的良心 不是一种道德 不是良知 不是一种反省 他其实是代表陈菊在说话的 因为洪志坤是陈菊最贴身的人 他是代表陈菊作为中职委 那陈菊担任的角色是什么 是大高雄包含高雄市高雄县 九席立委 九个选区他的竞选主任委员 当然也是蔡英文在整个大高雄的 竞选总部的主任委员 所以洪志坤的这一段话 其实是针对选情来出发的 我们知道这个苏家权的农舍事件延烧 而且还不知道烧到何年何月 还不知道以后多少的卫报带还要报 所以邱委员你的意思就是说 为什么现在洪志坤要出来批苏家权 是因为他们评估这个事情 对于他们立委选举会有冲击吗 是的 不是评估而已 据我所知道他们的民调也出来了 那么我在昨天也获知了 不是只有蓝营做或者是媒体做 媒体也有在做 那么民进党内部的民调也出来了 那内部的民调出来的结果是什么 这个事件对蔡英文的选情 甚至对大高雄九个选区的选情 都造成极大的冲击 所以洪志坤才必须代表陈菊 出来告诉苏家权 当然也是要撇心责任 因为到时候如果最后检讨的时候 陈菊的责任区没有选好 陈菊未来的政治企图性是很高的 没有选好的时候那必须要说明清楚 不是陈菊的普选的问题 是你当时苏家权所造成的危机处理出的问题 而你当时蔡英文没有快刀斩乱麻 要苏家权解决这个问题造成了后遗症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就先不讲是不是党内有另外一波的权力斗争 至少我想民进党的人还会选举 他们看得出来在蔡英文苏家权搭档这个摄影当中 等于是这一个组合还没有跑得会非常稳当的时候 就弄出了一个农舍事件 而且会我们发现真的苏家权跟他的太太 洪恒中女士两个人抢占版面 让人家觉得敌死不认 同志看不下去了要出来讲话 但是我要回头问一个问题是 今天很多的人包括洪志坤 包括郭正亮 包括黄伟哲 大家都提醒了一件事情 这不是一个法律问题 这是一个政治观感的问题 应该第一时间要灭火 可是为什么都已经时到如此 我们的苏家权副总统候选员还是如此之坚持 这个问题很多民众心中都有个大问号 其实这个事情已经吵了将近一个月 不过一直到上个礼拜三为止 中国时报所做的民调 只有57%的民众知道这件事 还有将近一半的民众是不知道这件事的 可是在知道的民众当中 其实认定他非法 认为他影响选举 认为他该猜的比例是节节升高的 那么其实从上个礼拜三一直到现在 你会发现这个事情 一段不段不段的被报道 跟之前的那三个礼拜的冷淡 其实是完全不同的 而且如果以我们来看 整个报道的倾向 其实对苏家权是非常不利的 因为苏家权所做的所有的动作 不管是急着去摘果 摘这个果树 然后刨路 其实都让人感受到他的一个心虚 所以我认为 其实这几天 知道的人会增加 而知道的人当中 其实那个发展不利于苏家权的比例 其实是越来越高的 那么这几个人当中 洪志坤 郭正亮 或者是黄伟哲 他们可能各有动机 我不去评论他们的动机 但是这一些人 都是每一天在跟民众相处的人 我不要说他去看那个民调 光是他每一天接触的人当中 所得到的回馈 就会让这一些精明的政治人物 很清楚的知道 我应该如何选边站 该怎么讲话 我如果不在此时此刻选边站 我之后再讲话 可能就来不及 就好像 我必须说 现在苏家权 他早就已经错过 他解决这个问题的第一时间 现在只是民进党跟蔡英文 还会不会不断的错失机会 问题出在蔡英文 而不出在苏家权 对啊 因为大家现在讲说 他这个已经 不是法律 这是危机 然后这是观感 不是法令解释 其实上个礼拜四 检察官已经到场了 礼拜五已经约谈了 好几个屏东县政 还有长治相公所的公务员 你看 这是礼拜五的联合报 就写礼拜四 检方已经开始说证了 说他一夜怎么长出了 六十个盆栽 这个其实苏家权不晓得 后面其实检方 也被逼着有动作 邱玉在台北告 屏东检方 看人家不信屏东告 跑来台北告 没有面子 因为本来想要包庇 屏东检方本来想要包庇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人去问说 你们要不要查 他说我们要等屏东县政府 给我们那个 检察官靠检报就可以办案了 还要靠屏东县政府 所以后来被逼上去了 一夜长出六十个盆栽 这是杀手欧阳盆栽 告诉你 这盆栽是突然冒出来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下来其实不止观感有问题 下来政治上 或者通通会有问题 其实民进党有些朋友 他们的讲法是这样子 他们会对苏家权 其实已经不是农舍的这个问题 而是对于苏家权 是不是成为他们一个 可依赖的政治领袖 可跟随的政治领袖 才是怀疑 他们的讲法是这样子 如果在第一时间 他拆了农舍 他不用急 1月14号以后 他就有官邸可以住 他现在呢 拖到现在的时候 他官邸也没了 那1月14号 如果这样子拖下去 沉下去了 农舍 还是会被拆 所以他们今天就会出来 讲这些话的问题是 怀疑你苏家权 所以为什么讲是危机处理 其实讲得更白一点 你苏家权又不是蔡英文 蔡英文有时候政治自认 民进党的人还觉得可以接受 苏家权不会政治自认啊 他们就讲了说 这种事情 如果你当蔡英文咨询你的时候 或你早就有这些问题的时候 你自己都可以处理的事情 你都不会处理 然后会越处理越糟 所以他们现在有点像船要沉了 那船又漏水了 怎么办 他们现在急着这个龙色问题 不管是要拆或捐 就是很像是 赶快把压强物丢了 因为民进党很怕 再下去 整艘船都会沉 所以我们看来这个苏家权先生 他到目前为止的说法 都并没有熄火 例如说面对于同志这么多质疑 叫他烧了也罢 拆了也罢 捐出来也罢 各种声音各种建议都出来了 但他虽然是有一个很好的态度说 每一位同志讲的我都尊重 但是我认为法律问题还是优先 这句话一出 其实就定了掉了 他就是不可能会先解决的 那这个事情后续会有怎么样的影响 已经烧了两三个礼拜以上了 我们看到今天是来自于 苹果日报的一份最新的调查指出 这个问题就是对于民进党总统参选人 蔡英文的副手苏家权进来表现 你认为他对蔡英文的选期影响是 这绿色的这一大块 都是认为说豪华农舍世界 说不清楚会减分的 已经是占了57.18% 将近六成高的比例 刚刚是邱委员特别讲的 民进党内部有看到这数字有关 而不知道没意见的16.4% 加分的26.4 但是有将近六成的人看到了苏家权 确实这个事情呢 会对蔡英文造成极大的影响 我想觉得政治人物要进那几考验 本来苏家权当上了副总统候选人 应该是在这个政治接班排序上 马上更上一层楼 可要是这件事情就会发现 包括蔡英文包括苏家权 到底对于危机处理 他们有怎么样的一个能力的显示 没有错 这件事情已经不再是苏家权的问题 而是蔡英文的问题 是民进党的问题 所以这个洪先生他自己的表态 就像刚才邱毅所说 他代表一个很大的派系 苏家权在南部 在南部也是属于这个的人物啊 他讲话不是对了苏家权讲 他是对了蔡英文说的 也就是蔡英文一定要表态 甚至于要有决策 才能够有政治领导的能力的一个展现 也就是蔡英文到现在为止 用拖字决 想办法把时间拖过去 这件事情造成了两个大的问题 一个显示出蔡英文他没有领导能力 他没有办法面对 自己最核心副总统候选人的 这一个状况 将来如果他当选总统 苏家权有弊案 他也是这种态度的话 那就伤害了整个的政府 这就显示出 他没有一个壮士断碗的决心的能力 这一点是这个洪志坤 他我想提出这个话来的一个 第一个 要蔡英文有所动作 第二个 就是民进党已经很不耐了 民进党现在基层有一个 很明显的一个声音就是 这一次大有机会 不管是不是因为宋楚瑜先生的参选 不管是因为如何 从民调上来看 蔡英文大有机会 可是苏家权的事件 让蔡英文的声势一直被压得大 这对民进党相当多 尤其刚才邱一所讲南部的区的一些人士 非常非常的反感跟不耐 所以蔡英文连这方面他也没有办法 这个力往狂澜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 蔡英文他现在已经不是苏家权要不要动手 苏家权动不动手或者甚至于撤不撤换 完全是蔡英文的作为跟他的态度 所以他有些时候表现出的无能 在领导能力的这个无能 真是是会让他的选情会非常非常不好 对啊 这次的选举其实有一组正在联署的候选人 他表达了就是希望有积住正义 他就是无壳钩牛的李姓祥 他表示说很多人没有防止住 无壳钩牛 有一个人有个壳很漂亮 这个就是苏家权 可以很凸显的去反映 哇 龙社可以盖得这么豪华 这个龙社豪华到什么地步呢 他现在已经成为台那个屏东的景点了 过去海角七号说有个漂亮的家叫阿家的家 阿家 那现在苏家权的家就称阿家的家 我们在座也有个阿家 不晓得他的家有没有这么漂亮 杨文家 但是你看已经冲击到这个险情 陈其迈今天怎么讲 陈其迈今天表示苏家权的态度是很坦然 希望农伍会也能够协助评农先生们共同 来会看认定 认定结果要拆或改善 苏家权一定配合办理 至于是否冲击应家被险情 陈其迈说对民调结果悉心接受 但是他是认为说民进党党内的民调影响不大 那如果因为党内影响不大 他自己认为影响不大 那又要悉心接受 显然说那党也没办法 看苏家权要怎么处理 阿家是不是这样 第一个先生名我没有那样漂亮的好 我住很普通的房子来努力缴贷款 不过我觉得苏家权先对民进来讲 是典型的一个叫做政治内智加外智 外智不好看 内智很痛苦 民进党不必装了 他已经有一些指标性的意见领袖 对这个事情是采取高度的负面态度 包括像类似像陈菊已经表态了吗 我认为陈菊可能比他们还高一点 已经对这个事情有非常强烈的负面意见 郭正亮阿亮说的比较准确一点 他说虽然他说不是法律问题 是社会干额问题 可是我认为他是法律问题 也是社会干额问题 两个加成一个叫做信任的危机 就像欧洲很多国家主权再信 会被人家什么 信用平等条件 这是非常严重的 因为目前他整个的民调是停滞的 他就是希望说 透过一些中性的或中间的选民 对他的所谓开放性的公共议题 能够认同 而成为他未来当选的 所谓胜出的那部分的民意 可是今天苏家权的作为 是本质上否定了这个政党 长期承诺他支持者的阶级属性 还有他承诺给大家 所谓公共的开放性 问题就在这个内置跟外置上 文家我请教你一下 你会不会觉得说民进党 现在有人一个一个跳出来 他有这样的节奏 有没有怎么样的目的 我认为那不是偶然 这个是民进党内部 对自己同志的批评 从来不是偶然 从来不是良心 我讲的话很难听 就是一种斗争 对 有计划性的作为 是不是斗争我们再看 但绝对有真 那是不是斗稍微保留一下 但绝对有真 但是我要继续再请教一下 文家说他对民进党的理解 我们看到目前 已经越来越多人出来 对于苏家权没有办法快速处理 甚至包括蔡英文的相对软弱 都有意见 可是接下来最有可能的发展就是 是不是有可能 这一波一波之后 代表有人给蔡英文 其他要力 叫他换掉苏家权 这是不是明确的讯息 是的 而且目前的作为 是在孤立苏家权 请注意礼拜五那天 小英巴士 在出发的时候接受法 有一段很有名的话 我是总统候选 我怎么会变成 副总统候选人的发言人 所有的事情 请当事人自己回答 他现在已经不是当事人 当事人是苏家权 我未必 我跟你一起竞选正副总统 但我已经不是你绝对的政治配偶 我觉得中间那条线一切出来 是 所以董哥我们看到这个发展 如果苏家权对这个事情 没有办法处理的话 有没有可能是中华民国 选举史上的一个 有趣的观察点 就是因为一个副总统候选人 自己的豪华农兽问题 搞不定 要被换掉 而且是可能的一个发展 是不是会有这种机会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问了 苏家权今天不断的 包括对邱毅委员还有意见 说对他进行 试血性的攻击之外 也觉得同志 对他似乎不是相挺 后续的发展 锁定我们的频道 马上回来 那天我不确定 是我问未来一个问题 还是未来 问我一个问题 谁在没有画下那一桑 但是心里充满着希望 我们要飞到那遥远地方 想起你自己 这世界 还是一片地光亮 每次出发都期待 与人分享的快乐 而笑容就是最好的回馈 老师还是什么味道的呀 走上车 我闻到海的味道了 出发是为了品味 下一秒的感动 Cygnus X 125出色登场 Future Innovation Yamaha 未来十年 你是主角 9999 纯心打造 黄金十年 幸福不停增值 你感冒咯 今天你还安咋没 我安 对我修头上 胖子唱老皮水 真有好 早就感到 你还安咋没 你还安咋没 未来十年 你是主角 9999 纯心打造 黄金十年 幸福不停增值 你看你看 全世界的好国 独自在我这里 飞起来新乐国 不只升级了 料理更升级 跟着飞机卡接走 Let's go 油纸飞绿锅 让你试得更清爽 意大利原装进口 飞机 意大利生活馆 大丈夫 大丈夫 周年庆 特利物大丈夫周年庆 买两千就送三百哦 特利物 This is how Kate does her job I just keep capturing 凯特的约翅 小的约翅 但我喜欢她的约翅 你会完全失败 你完全失败 凯特的约翅日记 10月14日 起笑声音 爱的世界中年序 Super Percy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